7.1為何要上街? 很簡單,我們要求的東西完全沒有答應 撤回送中惡法,一定要徹查開槍的責任 還要釋放被捕人士,林鄭必須立即下台 另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真正實現我們的真普選 因為我們的民主普選已經走到很長的時間都未實現到 到那麼多的要求,我們都未實現的時候 還有撤回暴動的定性 那麼多的要求都未實現的時候 我們如何可以輕然放棄呢? 這個很基本的要求 站在國際大局來說,大家知道G20剛剛已經開完會 那就是,川普和習近平可能會恢復這個貿易談判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香港的角色更加重要 換言之呢,香港已經處於中美兩個博弈 兩個博弈的一個前緣,一個真正的truth line 封口朗尖上面 我們香港人,怎樣才可以在兩個博弈之中 能夠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效果呢? 就是堅持大量的人民聚集起來,繼續講同一個聲音 我們未完成我們的理想,但是呢 美國已經開了聲,看到安倍晉三 日本的手上已經開了聲 那麼多個國家已經登報,香港人 真的走出了很大的一步 而我們現在要做的是,繼續將這種和平理性的聲音 持續這樣,龐大這樣發揮出來 美國在看著,歐盟在看著,日本在看著 如果我們繼續有超過一百萬人 在七一走出來的話呢 我相信呢,整個局勢會繼續延燒下去 否則如果只有兩萬、五萬、十萬的話呢 我相信那個結果呢,就相當可悲的 我們香港人首先要將這個波繼續化出去 使得呢,愛媛、愛國的聲音呢 能夠去關照到香港 否則,如果香港一旦呢 繼續是沉默 以為呢,爭取不了了 於是乎呢,什麼都不做的話呢 我相信呢,中國方面會一步一步地 就是向香港勢下來 因為呢,習近平這一套的戲呢 是一定會向香港人去報復發洩的 我們一定要將整場戰爭 在這一場裡面呢 香港人要爭取我們需要的東西 換言之呢,香港人就是要曬冷 但我們曬冷的方式呢 必須要維持一個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去做 這樣才能夠得到廣大香港人 和國際同道的支持 我希望大家7月走出來 無居困了,繼續設行 7月見